电视剧《灵狱》宣布定档1月9日正式上线开播 该剧由程骁、范诚诚等青年演员主演 《灵狱》是根据《逆苍天同名玄幻》热门小说改编 有非常高的知名度 因为读者群体广泛 所以这部影视化改编之后的电视剧也备受期待 同类型的玄幻小说还有《斗罗大陆》、《斗破餐穷》和《天醒之路》 这三部小说都被影视化 邀请的都是新人流量 《斗破苍穷》由吴磊灵韵主演 2018年播出《天醒之路》则是由陈飞宇、熊子齐主演 为播出的《斗罗大陆》是由肖战、吴炫义主演 由于《循环》作品本身受众就是年轻人 所以这四部作品都毫无意外地邀请了 Adol出身自带流量的艺人 当然陈凯克的儿子陈飞宇是个例外 还有点值得注意的是 领域的版权是由江苏稻草雄买下 和爱奇艺联合出品 稻草雄这个公司大家应该不陌生 目前是中国制片发行排名第四 这个公司刘诗诗、赵丽颖都是持股人 法人是刘小凤 不认识 他其实就是吴启龙内地代理人 刘小凤的持股是58.41% 所以说背后真正的大老板是吴启龙 这就可以解释 赵丽颖持股0.79% 而刘诗诗却持股14.8% 看来吴启龙对媳妇真的不错 爱奇艺是稻草雄的第一大客户 他很大一部分影视作品都靠爱奇艺来发行 所以说爱奇艺是稻草雄的金主爸爸一点也不过分 听天了 下面就说说男一范澄澄 他2000年出生 18岁的时候凭借偶像练习生组合9%正式出道 之后就是出歌综艺代言三不五 上过的知名综艺有浙江卫视的青春环游记 优酷的720潮流主理人 和腾讯的令人心动的offer第二季 签约的代言品牌有天猫 Fanty Beauty 自生堂马自达 还有很多品牌的大使和推广 虽然那些人月华 可是月华其他练习生众多 这名的有宇宙少女组合 孟美琪 吴轩宜 程骁 UNIKE组合 王一博 李文汉 周一轩等 这么多联系生 范澄澄的资源如此之好 当然姐姐的专业团队功不可没 当时范澄澄在出道的时候 就因为范冰冰弟弟这个头衔备受关注 虽说之前范冰冰公开表态 不会为范澄澄做太多 不会为她铺路 要让她靠自己的实力走下去 不过花妹知道 这太不符合人之常情了呀 我要是有个弟弟 我也是能帮就帮是吧 要知道娱乐圈这么多明星 真正能靠能力大红大紫的 又有几个呢 范冰冰比范澄澄大19岁 当初范冰冰当红的时候 接收采访 那时候范澄澄还是很可爱的小朋友 范冰冰因为2018年九一门 脱税时间到现在都没有正式服输 当时正当红人称范野 现在她所有的影视作品都被更换 代言的资源也外流 虽然这件事情对她的影响巨大 但是毕竟姐姐在娱乐圈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自己专业的团队用来给弟弟跑业务 影响力还是不可小觑的 虽然画面以前不是很欣赏范野的演技 但是对她的美貌和气质 那是没的话说的 既然人家睡都补齐了 我也希望能给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让她早日复出 《灵欲》这部剧讲述的是 诗意少年秦烈与青梅竹马 灵语诗 因意外卷入一场阴谋中 秦烈在寻找自己的身世 和追求更高修为的道路上 得欲良师之友 一路闯关升级的故事 女主程骁 很巧的是她还是范晨晨的导师 而曾经的师生 要在剧中扮演一对情侣 粉丝们还是很期待的 范晨晨也坦言 这部剧最难的不是担心自己的演技 而是和陈骁的对手戏 因为两人的私下关系非常好 像兄弟一样 从公司然后相处模式 可能比较兄弟一点吧 大家也不太把我当女生看 从一告片来看 这部剧的特效非常赞 但一部好的作品 剧本是关键 天井之路在豆瓣评分很低 就是因为改变不行 希望灵域可以吸取前面的经验 为大家呈现出一部好的影视画作品吧 花妹我还是非常好奇 范晨晨的第一部影视作品会怎么样呢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关注花妹的YouTube频道 等第一时间更新